來 開動車 開動車 經典老車在車展現場飄移 引起眾人的驚呼與圍觀 因為只剩上半部車身 那車子的下半身呢 遊戲中有BUG才會出現的場景 就活生生在眼前登場 這看稱世界上最扁的車 怎麼開 能開嗎 哪來的 3D新聞為您揭秘 這台全世界最小的電動車 是由過去HONDA的車款所改造 車身最高只有六十公分 寬度只有一百六十公分 但駕駛起來相當不容易 需要靠躺著才能進入到車內 上車的動作姿勢 不熟悉的人來做實在有點滑稽 但換專業的來 一氣喝成超瀟灑 原來車主就是他 車子就是要把它切成一半 但是你在切一半的過程中 比例是不可以失真的 動力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它是模型 對 那其實我們是拿那個 我們常在路上看到的 那個四輪電動車去做改造的 懶董花了十五萬元 化腐朽維神旗 揭秘香蕉車的前世金生 這原本是一輛 報廢的紅色喜美EG6 懶董取了他的上半車身 再把鷹法族代步車的動力 移植到他的車上 七成黃色外殼 這輛超炫香蕉車就此誕生 從車內視角看 內部沒有方向盤 只靠一根搖桿操控 空間狹窄 駕駛人必須左搖右晃 視線才不會被擋到 只能躺著開 離地面超級近 最快時速能到二十公里 他的觀看數是一點八億 這個很誇張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過這種 這麼大的流量 礙於國內法規 這輛全世界最扁的車 無法實際上路 實在有點可惜 改稱愛好者 只能在展場內一保眼福 三地新聞 新北台中綜合報導